如果我们要抓那个台采的这个网站的话 不过它基本上 当然像这种网站也会经常性的改版 因为怕说太多人抓它的网站 所以它又改版 你可能爬虫 你要重新去思考怎么去改 不过还好 道高一词磨高一丈 反正你改个名称 我再接着来改一下就好了 而且其实它也不可能经常性太密集的改 因为它工程师也不可能每天都会应付这些爬虫 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也不生气了 所以就是加一点东西 门槛再加一点 就像说你要防止小偷入侵 就是让他觉得麻烦 就基本上那个 而且你们家也不是很有钱的人家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对不对 所以就像你车子没有很高级 你至少锁个大锁 对不对 你已经比别人强了 你看满街哪一台车锁大锁的 对不对 连那个小偷看到你锁大锁 他连想偷的念头都不会有了 OK 哪怕你上面大锁是假的 对不对 他也不会去动他 因为他看到那边有大锁 他也不会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欺敌一下 至少也比人家好一点的 就是说呢 你怎么样 你也比较不容易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做事情就这样 你尽量就是在中间就好了 你也不要太前面 太高的人也容易被东西打到 对 太矮的话 可能有时候又看不到上面 呼吸不到空气 所以中间的话 那有好处 好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 主要我们要抓的 假设我今天像台彩 现在有这么多彩 琳琅满目的 不过这都不是我们重点 因为我也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在买什么 要到底怎么买 就是可能有些同学比我更在行 我们重点是说 我希望爬到某一部分的资料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分析什么 然后我把它爬下来 就这样而已 甚至如果说 他有个data base在网路上 我也可以把它爬下来 然后我可以做分析 这样会是更好的 OK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要抓什么 抓威力踩这个区块好了 那你会发现威力踩的绿球 那你会发现那个绿球 按右键检查一下 它的特征的话就是什么 一个DIV 不过它如果你放这样 好像不太OK 所以再把它Duck to 这边Rise好了 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 OK 然后呢 一样按右键检查 那你会发现这个区块是 Green的 那我是教各位 因为我们主要用Find 那个什么呢 Find all 所以可以配合什么 按复制之后把这个 这个 class名称复制 然后按什么呢 Ctrl F 我的习惯是什么 再把这一串呢 贴到底下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呢 在这个网页里面 如果用Find all 它会得到的结果就24个 有没有 这边有看到24个 这个数字 其实还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你就可以 还没有把程式写出来之前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做这个程式 是不是需要什么 就先Find all它 因为你Find all 会发现24 可是基本上 我这边假设这个区块 里面只有12颗球 那为什么会多12颗出来呢 因为右边这边又一个 所以变成说 如果说假设已经12个了 那你就直接抓out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 我今天发现不对 它又抓到其他的话 怎么办呢 那有必要就是 你要再把这个外面 先设限一下 我要抓的就是 这一个区块的 这些绿球就好了 它就不会去抓到 别的区块的绿球 那为了要这个地方 要怎么知道这个区块 所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让它往上找 那你会发现 上面这边有个箭头 如果你收折之后 发现你要找的资料 是不见的 那表示呢 它就是在这个 这一个叫 这个contents box 里面 那如果说像这边也有 对不对 你点开来 奇怪它怎么还在 那表示它就不是在 它家里面 所以这个箭头还蛮重要的 OK 所以说刚刚刚同学问到说 那我有很多层怎么办 我的习惯就这样 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判断 就是我收折一下 如果收折发现 它被收在里面了 那表示它就在它里面了 OK 这个是我的习惯 我觉得这 反正尽量把 你的那个逻辑用简单一点 就可以对应到 你要写的程式 如果你的方法跟 你的这个方法 跟你的程式是互相可以呼应的话 那理论上 你要想要抓什么 就可以抓什么 OK 所以最好是可以这样呼 不然的话说真的 哇 那血爬的还很累 每次都换一个网站 又要换一个规则 那这太累了吧 最好是 不管哪个网站 我都有共通的步骤 其他的就是特例的 就是像刚刚那个headers 那个 就是另外要加的 如果不需要 我就不要加 如果需要我就加 就这样 OK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分析这个网页 我要的资料 在哪一个区块 OK 区块找到之后的话 再判断说 这个区块是不是很多个 如果不是很多个 像这个区块就一个 你就用find 如果这个区块有很多个 那你就findall 比如说我这个区块就一个 所以我这个区块 我记得要用find 那里面这边展开了之后 这边有很多个 这个区块里面的 这个就是bole的 他有很多个 所以这个一定要findall 就把这些找到 然后并且把这个div里面的这个class后面的东西放在我们程式里面 他帮我全部抓回来之后 再把他这个里面的号码把它抓回来 那就大功告成了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我们昨天有讲过 所以程式写出来大概是这样 一我就先用beautiful super这个一样 第二个的话 那我就先抓什么 抓第一个就是那个大的区块 那个大的区块就是find一次就好 所以我用这个sp 他帮我去find什么 find那个div 他的名称叫contentsbox02 其实就是这个名称 OK 这个名称OK了 你可以把它点亮一下 最好用复制贴上的 你没事 不要自己打 因为自己打真的只要插一个字 就是不对了 把它复制贴过来 然后再来的话 你可以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理论上如果你print到的结果 你要find的话 应该就是只有 就是因为他只有find一次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把它print出来一下 print 我是建议 如果你不太知道里面到底放什么 你可以print它 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就是 在那个div里面那些原始码都出现了 OK 对 开头一定是div 然后它的class一定是这个 那里面结束的话一定是斜线div 中间是不是放那些球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没有问题了 有没有 他这边当然也会抓一些其他的 那里面有没有green OK 不过有时候这样看不清楚 有时候我的习惯 我会再把它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我们nordepay++里面 去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不过 看一下nordepay++ 我用这样来开好了 OK 然后呢我开一个新档把它贴过来 在这边看会比较清楚 有没有 因为你console 有时候看看不清楚 那你那个nordepay++ 这样子 甚至你可以把那个语言改成html 它这边有对应到html 它就会帮你把它 有没有html变彩色的 看起来应该会舒服许多啦 这是一些小技巧 所以有时候说真的工具还蛮重要 如果你有一些工具的话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什么 它会帮你把那个标签 都帮你把它找到 而且我觉得它有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选一个 它好像其他都会自己帮你选 选一样的吧 就这边 这边 那帮你找到其他的 OK 还不过其他怎么没有 没有 是不是 Mark OK好 算了 好 反正它这边可以找到很多个 那如果我要把里面东西再抽离出来的话 它后面我们就可以 怎么样 再下一步什么 抓绿球 那抓绿球的话就是什么 再到这个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的里面就是本来是它到SP找全部 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到它这个data2 是到哪里呢 到data1里面去找 所以data1里面就是这个哦 刚刚那一段程式嘛 去帮我找全部的什么呢 DIV而且是绿球 然后最后的话把它一个一个抓出来 并且帮我把它去掉那些不要的空白 然后把它print出来 全部输出看看是不是12颗球 OK好 你会发现这个所有的话 这print这个可以拿掉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就可以帮我印出12颗球在这里 OK 上面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6颗下面6颗 不过其实理论上应该我要是排序过的好了 应该是后面的6颗啦 所以你就不能用4H啦 不过这里的话 请各位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后面的6颗 可以就是从那个后面7到12 那7到12的话就是6到6到11 OK 那你就把那个6到11的号码输出就好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这一题主要就是说有点像是怎么讲 就是先抓到检查一下这个网页里面的那个绿色球 是不是超过你本来想抓的范围 如果是的话那你就是再把你要的那个区块先切出来 再去找你要那个区块的绿球 这样的话就不会找到别区块的绿球了 OK 同样的方法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去抓其他的吧 像这个网站里面 所以你也许可以给各位练习一下 请各位呢把那个什么也许分类好了 双银彩按照大小顺序帮我排列输出 威力彩请你帮我把大小顺序输出 并且抓到这第二区是什么 有在玩这个吗 威力彩 反正不然就是把这些帮完红球输出吧 什么乐合彩也是一样抓这个 然后大乐透 OK 然后把这个绿色也输出 然后反正就是把它按照大小顺序输出的 逐一逐一的来帮我抓到 并且列印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如果你这边都可以很顺利的抓取成功的话 理论上应该慢慢就会有一套固定的流程 可以抓取网路上的data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的好处是它的那个class很清楚 class名称也很容易理解 那待会后面那一题就是去抓雅虎股市的资料 它有一个很很悲剧的地方就是说 它只有html 它没有CSS 因为Yahoo这家公司 它后来卖掉了还是 等于后来它就没有维护了 所以它的技术 感觉还停留在大概是20年前的那个 就是时空就停在那个地方 它就没有更新了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Yahoo的那个网站感觉就是很老气的感觉 很老派的感觉 感觉那个装 就有点像你走进一个饭店那个老派的装潢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甚至你看那一部细节 它里面居然没有CSS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抓资料 没有CSS怎么办 只有标签 只有那个前面 DIV但是没有后面的Class 有些网站会这样 比较老派的网站就会这样子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总要有一套方法 反正就是新的怎么抓 旧的怎么抓 如果新的可以抓了 那旧的也可以抓 那自然正常的情况你都可以很顺利把资料抓出来 都没有问题 那剩下来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你抓取不到的话 那你就再把这些特例 这些特殊情况 再把它逐一解决 那你慢慢慢慢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 那个网路爬虫的高手 OK 好 这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